为人定主人的开始 因背叛的烂修好烂 用英文顺庆的态度面对世界 一直到生命结束 它就是人类最好的充满毛小孩 但背叛的规定当中 人类也会嘟到白天 为了提供充满 最专业的优积的医疗教育 中华七二十九和新开廟一间 当不变一 为今无用的现代人 提供毛小孩最好的教育 因为后说话 但对主人是绝对中心 背叛修好 用最顺敬的心来面对主人 即使毛小孩也时的面对 生了不疼 让很多主人为了教育毛小孩 肥状心力 为了提供毛小孩最好的医疗教育 一位为国家回来的修医师 在中华七新开一间动物病院 让管来毛小孩 都能得到最好的医疗教育 在彰化地区 其实彰化其实也有不少 就是算是蛮好的一些收医师 但是就是可能 毕竟我去国外的一段时间 就是想说学习外面的 对一些小动物方面 医疗方面的一些进步 那我希望是说 能把这一套的 像包括像说像独立诊间 或者说ICU 或者是说一些独立的隔离病房 这些东西呢 希望都能也是可以 引进在我们彰化地区 让彰化地区的一些小动物 能有一些更好的医疗品质 在这儿鸟到狗医院 在这儿也提供各种动物的医疗服务 为天上背 土甲背 都能在这儿 在这儿最好的医疗教育 而且还有 仪照不一样的动物跟一般 提供不一样的医疗环境 随着时代的演变 其实我们现在人 养的一些饲养动物越来越多了 所以以我方面来说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着重在 有的全貌方面 那在彰化地区的话 好像没有人专门是在做 像是说像一些兔子 天竹鼠 或者是一些兔子 或是鹦鹉之类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诊疗 所以我们才会有聘请 另外一位就是副院长的医师 就是他就专门在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希望这间医院 在做群医疗的方面呢 能做更多方位的一些 动物的诊疗 因为现在其实那些 这个宠物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想说 尽量采取多方面的一些 诊疗的一个环境这样子 所以我们整间才会都分开 包括病房也都是分开的 虽然是动物病院 但所有的食品都是最好的 而且都是用 人用的医疗器材 整个诊疗 基本上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在 麻醉过程中的时候 的一个生理监控仪 包括呼吸 就是看他的一些心跳 血氧浓度跟一些 像是说 呼出来的一些二氧化碳 是不是有达到一定的一个数值 这个的话就是 如果万一动物开始 不愿意呼吸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 那个自动呼吸器 会帮助他呼吸 这就是我们的麻醉机 就是对 这是我们麻醉机的部分 那另外最下面那个 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温痰机 是接这个痰子的 就是会让他手术中时常 都有发生烫伤的事件 但是呢 这种气痰机的话 就是都是 都是空气为主 不太会产生这样的事情 那另外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内视镜 对 这是属于软镜的部分 可以去夾取 像是说 胃中之间的一些异物 对 用命用代替叫买 很多人吃天物 都是一时太阳 但现在常常做成 就像过去之后 出现流浪猩糕的问题 所以现在提供 数前的资孙 让母 让有新吃天物的人 可以评读 自己是不是有两年来照顾 我们现在爱动物的 比爱人更多 甚至有的人不习惯 要找一个好的理想的 甚至找他的 教育的动物 我感觉说 这真的重要 因为我们主要医院 他有做 先前饲养的教育 让很多人知道 这个东西要怎么吃 你如果没有这个供食 你如果它吃 你以后照顾不好吃 本来是这些很漂亮的东西 无论是狗 还是鸟 还是照 甚至野生的 你都一定要有 爱心和经验 照顾 既然有时要赐书 就要有心理准备面对一切 在开幕第一天 就有很多乡亲 带到新的 传媒来加定义 希望提供 给毛小孩 最好的教育 请中华新闻 白明林 中华彩虹报道